四岁的女儿啊,不让爷爷抱 只要爷爷一动她呢,她就哭闹不止 医生的一番话呢,让我立马就弄住了 我女儿呢,今年四岁了 但是呢,每次见到她爷爷的时候 就是总哭着不让爷爷抱 只要爷爷稍微碰到她的衣服啊 或者是怎么的,她就开始啊,又哭又闹 好像那种啊,特别抗拒一样 后来呢,经过这个医生的检查呢 医生说了一番话,我听完呢,弄住了 然后呢,我就开始啊,特别恨我公公 我就不知道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的存在 让我感觉呢,她根本啊,就不配为人父母 不配啊,为人长辈 这件事呢,其实啊,说出来啊,还是有点丢人的 我觉得呢,我说出来呢,也许大家都不相信 那么四岁的女儿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害怕她的爷爷呢 这个爷爷,她到底啊,干的是什么呢 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公公啊,这个所作所为啊 等你们看完之后呢,都来给我评评理 看看我做的,对不对 到底怎么办 我和老公呢,结婚一年多 才有了我的女儿 当时呢,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吧 老公他们家里啊,也没什么钱 也没给我们买婚房 所以啊,为了这件事情呢 我们差不多呢,是拖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才结这个婚 最后这个婚房啊,还是说我父母出钱给我们买的 但是父母呢,人家只是帮忙 就付了一个首付款 这个房贷呢,还需要我们来还的 每个月呢,差不多啊,就是三千五百来块钱 其实呢,我公公他呢,并不是说他手里啊,真的没有钱 因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是这个开矿的 大家都知道啊,开矿啊,是非常的重钱的 然后我公公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呢,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结婚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大操大办的 据悉啊,在那个年代啊 他就给了我婆婆呢,五万块钱的彩礼 我公公呢,虽然说能重钱吧 但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脾气不太好 就是做事的时候呢,比较冲动 尤其是啊,自己这个中钱了之后吧 他总是觉得啊,就是非常厉害的样子 走路的时候呢,都是直高气昂的 就根本啊,不把别人啊,看在眼里 我婆婆呢,比较温柔 这个家里面呢,有什么事情啊 也当不了我公公的主 但是后来啊,公公这个矿呢 这个松也就不好了 而且呢,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啊,非常大的一个事故 就当时啊,他手下干活的十几个人呢 当时呢,因为这个公公这个煤矿啊 他这个安全呢,不合格 就导致呢,人家全部发生了这个意外 最后啊,去世了 这个具体原因啊,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呢,也是结婚之后啊 听别人说的这些 后来呢,就是这些遇害者的家人们呢 就找到了我公公家 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当时呢,他就是每个人啊 都给赔偿了 差不多一共啊,有150多万吧 然后啊,这个矿呢,也倒闭了 再加上后来我婆婆生病了 当时住院的时候呢 大概花费了也就好几十万 最后啊,这个婆婆呢,还是去世了 公公的这个性格呢 就是经历过这两次大事之后呢 才开始啊,慢慢的变了一点 就是没有原来那么暴躁了 后来当时啊,我结婚啊 不是要房子吗 但是公公啊,他就总是说他家呀 没有钱了,就是赔了很多钱 怎么怎么的,反正啊,说到底啊 不肯给我们拿 最后呢,还是我父母啊 必不得已啊,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呢,我结婚之后呢 这个街坊邻居们呢 人家呢,也是在私底下跟我说 就说呢,这个瘦死的骆驼呢 毕竟啊,毕竟啊,比马大 你这个公公呢,他虽然说这个年龄现在大了 生意也失败了 但是呢,毕竟啊,年轻的时候啊 也是辉煌过的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存款呢 肯定啊,也说要比这个普通人啊,多很多 但是呢,我呢,也没有说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太生气 因为我就想着啊 这个公公啊,现在不是也一个人了吗 他这个年纪也大了 他就想给自己啊,留一点这个养老钱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再说了,我公公呢,就只有我老公一个儿子 最后这个钱呢,说到底啊,还是我们的 然后自从我还孕之后呢 我就没有啊,去工作 只有老公啊,每个月挣钱 来还这个房贷 然后啊,他这个工资啊,其实也不高 然后我们几乎啊 就是勉强的可以维持一下这个生活 等我这个女儿出生之后呢 孩子还很小 我呢,还得喂奶 所以呢,我也不放心啊,找保姆 就一直啊,没有去工作 后来呢,懂得这孩子啊,大了一点 他能自己走路了 我就想着呢,就想让公公啊,帮我带带孩子 如果要是他能带的话呢 我就能啊,正常的上班了 于是呢,我就偶尔啊 把女儿送到公公那里去 就试试看,说这个孩子啊 能不能不哭不闹的 其实啊,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行 女儿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嘛 有点磨人 但是呢,慢慢的就和公公啊,就习惯了 女儿呢,他就能离开我了 我就想啊,反正公公现在呢,也是退休了 我就是找个伯母呢,也得花钱 而且呢,还担心啊,就是说他对孩子不好 所以呢,我就想着呢 干脆啊,留给他 就是每个月啊,给公公收货 然后呢,我就可以安心的上班了 然后每个星期的时候啊 我就和老公啊,开车回到老家 陪着孩子呢,玩一天 刚开始的时候啊,其实还好 就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啊 这个女儿呢,她也没有怎么哭闹 也不哭,也不闹 我也能看出来啊 就是这个公公呢 和这个女儿的感情啊,还是很好的 因为啊,公公看我女儿的眼神呢 就是那种啊,满脸的溺爱 可是呢,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啊 我就发现这个女儿啊,她有点不对劲了 就是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啊,她好像是特别抗拒我公公 有时候我公公的一个眼神呢 就能感觉到啊,我女儿就非常的害怕她 就会啊,经常的躲到我的怀里 尤其是啊,每次公公伸手要去抱 我女儿的时候呢 她总是啊,一直扭来扭去的 就是不让抱 总之呢,就是觉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但是呢,我也没有多想 我就认为啊,可能是她这个大了点 就开始认妈妈了 但是后来啊,这个事情呢 就越来越严重了 有一次啊,公公呢 她就带着孩子呢,来到了我们家里 因为当时呢,我记得外面是下雨了 所以呢,公公啊,她只好在我们家住了一晚上 其实按常理来说呢 在平常的话呢,女儿和爷爷睡觉已经习惯了嘛 所以说呢,晚上啊,本就不可能来找我的 但是那一次呢,四岁的女儿呢 就悄悄地爬了起来 并且呢,进到了我的房间 然后呢,我就问她了 说你怎么不和爷爷睡啊 当时的女儿只有四岁 她说话呢,也不太清楚 但是呢,她就是总说 说怕怕 然后我费了半天劲呢 我才能听明白 她原来啊,说的是害怕 后来我就问她了 我说你害怕什么呢 我就想呢,试着引导她 就是啊,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这个女儿啊,就是说不出来 我当时呢,也是干着急 就没有办法 后来呢,我就开始越来越注意这件事了 我发现呢,女儿害怕和我公公是有关系的 因为每次啊,只要这个公公靠近她呢 她就会不自觉地躲避 就是下意识地就会躲到我的怀里来 然后呢,我就觉得呀 这个事啊,好像还挺严重的 但是呢,我又不能直接去问我公公 因为呢,人家本来就是帮我带孩子嘛 就挺不容易的 我怎么还去怀疑她呢 再说了,这个女儿当时呢,毕竟才四岁 她这个说话呢,也说不清楚 万一呢,是一场误会的话 那岂不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系吗 但是呢,总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 我这个上班的时候啊,也总是在想这件事情 最后呢,思来想去呢 还是决定啊,带女儿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啊 看一看 然后呢,我就故意找了一个借口 把我女儿呢,从公公那里啊,接了回来 就带着她呢,去了医院 这个医院的医生呢,当时啊 就是脸孔带片的吧 就是通过那种医学手段 就把我的女儿呢,给催眠了 然后呢,她就是啊,一直在给我女儿讲故事 可是每一次呢,一说到爷爷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女儿的身体呢,就会不自觉的打颤 后来呢,这个医生就告诉我了 说你这个女儿啊,她这个心理呢 现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你最好呢,回去问一下 你公公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每天呢,到底是怎么 跟你女儿相处的 但是啊,我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直接去问 然后呢,我最后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呢,在我公公家里面呢 就偷偷的藏了几个摄像头 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 他们每天呢,在家里干什么了 于是呢,我就让老公呢 故意啊,把公公给支出去 我就找人呢,在家里啊 各个角落里,一共装了四个摄像头 这样的话,他们的一举一动啊 我就全部都知道了 后来通过这个监控呢 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简直是啊,让我太生气了 因为啊,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公公呢,把这个饭呢 直接放到我女儿旁边 然后啊,就逼着我女儿自己吃饭 公公根本就没有要管她的意思 然后可能是因为啊 这个饭当时太烫了 女儿呢,不小心啊 就把这个碗呢,给摔到了地上 当时呢,公公就大发雷霆 她就大声的训斥女儿 然后呢,还不只是这样 通过监控吧,我就能听到啊 就是每次只要说女儿啊 她贪玩了 或者是不顺着公公的意思了 她就会吓唬我女儿 她说呀,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就找那个大老虎啊 来把你吃掉 或者就是说啊,我不要你了 就是这种比较偏激的话语吧 每当这个时候呢 女儿呢,就表现出来啊 一种非常无助,害怕的样子 她呢,就一直哭 公公呢,也不哄她 我当时看完呢,简直就要欺诈了 我不顾老公的阻拦呢 开着车直接到家里 把女儿就给接了回来 并且呢,还和公公啊,大吵了一架 然后啊,我就把我看到的这一切呢 都告诉了我老公 然后老公呢,他就一直劝我 他就说呢,说公公生活的那个年代呢 他们都是这样带孩子的 总会呢,吓唬孩子 就说我呀,太娇气了 但是呢,我觉得我女儿 毕竟只有四岁嘛 她这个心里啊,还发育得不够完整 你这样每天啊 就是只知道吓唬她 给她这个心里啊,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呢,不管老公怎么说呢 我还是决定辞职 自己啊,回家亲自带孩子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们家呢,就一直啊,中吵不断 大家觉得,真的是我太宠爱着孩子了吗 还是这个公公的教育方式呢 对孩子真的没有影响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 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